現在依然是來到最尾的環節 所以自己有少許 很希望大戰得更多論語講完 很多人都沒有講完 我記得上次在講《歸前》的時候 有一句 也同在講過 在論語裡 上論下論有很大的分別 在電車上的一個分子統統語 在選擇方面都有很大的分別 但無論如何 無論如何都要在 並非一個分別的選擇 但是實際上 我們這一個 第一句 在論語裡 在議場的 第一句 第一句 在議場 在進退 在什麼 對決別 這句 真是上論和下論的一個形式 上論的圖內面 比較上長篇大論的句子 但是下論是會高一點的 這一句 我們先讀一句 講一講一講文字解經 這句內容非常負責 這句內容非常負責 也都是影響後世的大的一句 第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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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裏面有很多概念 很多思想 影響我們中國人很多 這句內容 不錯 先講一講文字 講一講 貴是張法 鑽魚 這句是鑽魚 我第一次講文字 就講了個文字 先 貴是 貴是 當時 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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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貴 H 貴大 貴大 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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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梓龙,冉柳亦是他当时带文化澳 请发孔子帮回来去罗国,两个就是带文化澳 他们当时能够做的,他们在做当时贵尊士 就是贵尊士为孔子负责的家臣 他们然后拥有桂龙,这两位就去拥有也就是允求 他们知道允求他对孔子帮帮老国是很大功务 而桂龙一直就跟孔子一直都跟着 貴乳頭就是種子放進去 那就是貴氏、貴康子的家臣 燕於孔子若,這是出燕 出燕於孔子若 貴氏將有氏於鑽魚 貴氏,貴康子將有氏,將有氏是甚麼? 有氏,其實在古書來說 有氏通常是發動真真 有氏,在古文裡面 有氏於甚麼?通常是發動真真 他要發動內戰,發動內戰 叫張淵如,那淵如是甚麼? 張淵如當時來說,也是老國的其中一個附庸 附庸國,當時有些大國 有小國 大國本身 可能他自己分析出來 變成另一個國 也有其他小國附庸著大國 而鑽魚,當時來講 我們那個是復禧的後代 是復禧的後代 而在周武王佛教之下 他分封了 他分封了所有上次講過 以往朝代的子孫 都有一個地方給他 所以有相朝代的封一 夏朝代的封一 夏朝代的封一 浮禧的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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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淵如 淵如這個地方 就是在老國的東邊 也都是老國本身的一個附庸國 也都是老國本身的附庸國 可以這麼說 你說是一個老國的一個 現在中國的省 就走 這個地方 那天就說 大眼淵如貝奴 他們就跟孔子說 老師老師 我的老闆 貝湯子 就打斷 發動內戰 打斷魚這個地方 孔子若 靠 無賴以示過魚 孔子若 他就立刻 我罵了 罵 孔子 就是 貝 淵如 就是 淵如 他說 淵如 你告訴我 現在老闆用他 打發動內戰 這個是你的過失 我 無賴以示過魚 這個無賴不是你的過失 這個是你過失 以就是你的事 是你的過失 我 這樣 這個難道不是你的角色 好 知道嗎 好 知道嗎 然後 待會兒 為什麼會去罵孔 罵袁裘 好 知道嗎 好 尊瑜 尊瑜這個地方 好 尊瑜 尊瑜 尊瑜這個地方 尊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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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往 很久以前 尊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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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封了他 叫做東蒙主 蒙是甚麼 蒙的地方 東蒙主 蒙是一個地方 蒙就是一個地方的蒙 蒙山 蒙是蒙山 蒙山是一個 東蒙主 蒙山就是在老國的東邊 所以 好 知道 東蒙主在我們老國東邊的一個地方 蒙的地方的這個主人 其實 這個是一個我們以往的 我們的 師爺王 封他做一個正正方方的一個方式 尊瑜 且在邦域之中 尤其是現在他已經在邦域 在我們老國的 我們的國土裏面的一部份 已經是在我們自己老國的 一個扶養國 是在邦域之中的一個方式 就是在邦域之中的一個方式 是寫職神也 是我們老國的寫職神 我們老國的其中一部份的神子 是寫職神也 寫職神也 我們寫職神 就是我們老國的陪職神 何之佛為 我搞錯啊 怎麼去打他 怎麼去打自己人 自己人打自己人 法治呢 法治呢 精法就是去打外國人 才去法 自己代戰呢 就不應該是有 有 就是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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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生這件事的 我知道了 怎麼搞錯啊 現在無緣無故自己打自己人 那在這裡 你可說 那就是 孔子若 那一段 整篇一段 孔子不斷罵在鏈頭的 同來也沒有罵過 對康子的 很奇怪 明明呢 如果是發生戰爭 就是 對康子發生戰爭 但是呢 孔子罵呢 就是罵鏈頭 好 那為什麼要這樣呢 那這也是 孔子若不斷罵裏面的一個 一個 孔子若 孔子若 就算在 我們 孔子若裏面 孔子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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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在孔子的军策 當時的立法來講 我們的專長 我們的領導 我不可以直接罵他 我罵什麼 不好意思 遠求你為多 你不幸運 你是這樣 這樣就罵你了 所以當時來講 我知道這個做法一直到清晰 所以大家聽說 有陪太子讀書 陪太子讀書做什麼 現在大使犯錯 就罵就罵陪太子讀書的人 是罵太子的 這個就是整個故事 為專者為須 你看到孔子整篇論語裡 極少極少 基本上沒有直接去罵他們的專長 當時的老國公也好 還要說他很軟軟地去勸諫 但孔子也說 無乃以示過語 現在你的老闆要去打專語 阿遠求是你的果實 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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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〇盍求當常會說 勞多老大夫和婆姑 那кая老闆 阿老師誒 阿老蠻老師 傅自玉子 某義神姐 解懹肥心裕 啊 老師 妳搞錯了 妳罵我幹什麼 啊 傅自玉子 petits玉子 氣歸的人 是 Deshalb 我是魄導 家爹炀貓士 貴康子 她再想要而 醫神姐,我和大師兄,子佬, 他仍然不想,你不要罵我, 也有很多事, 同時又多罵他, 他說,好,是, 直呼其名,不講錯, 好,你又錯了, 以前周潤有言約, 周潤是以往的, 即是以往的一個記載歷史的史觀, 他有說過一個好做尊政的一個人, 他說曾經有言約, 他說,為甚麼? 陳力奏烈,不能者止? 他說,你做人,做人神, 你應該做甚麼?盡力去做, 做得多少做多少,不能者止, 他真是做不到的話, 就說,你決定你去辭職, 你走,就不要再做下去了, 所以叫你今別說他推訪, 就與你是老闆的事, 你做得人家常, 你就又要擅任他, 陳力者,亦不能者, 即是順利去做,做不到, 那你總是自己要去, 你就不要再去, 不要再去別下去了, 反而好像最近李博多個國談部部長認識這件事 不可怕怎麼走 跟他說:「導演你不早就走了。」 反而他的老闆還沒讀過在那裡 接著他就說 接著他就繼續罵 而不辭,自然而不苦 將應用幾傷 他說:「你見到危險,你就不去扶他。」 天而不扶,你不會扶持有危險的 天而不扶,他就快點了,你不去扶著他 即將應用幾傷意,如果這樣,你不去扶他 他使鬼你,找你來做你的對待相 他使鬼你,找你來就要扶持他 你就要去幫他 他想得不適合你去,令他不要做不適合的事 現在你,且以言不過矣 而且你剛才這樣說過分了 過分甚麼?以言不過矣 剛才你說那些,呼之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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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這些是你過分的,你不可以這樣說話的 他說,你現在做了別人家神,你就有責任了 如果,你現在做了一個大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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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來就困住了它 現在打仗,聯絡於是乎出的盒 本來有個動物園,有好好的管理 怎知道政府停泊了 於是乎沒有人去管動物園 就出來了 雞肉委育中 於是乎我們的鮭肉 最寶貴的東西 以前我們說是鬼於獨宗 在我們這裏獨一盒 很美的盒 載住了這些 我們最珍貴的寶物園靈歸 但是打仗什麼都打爛了 於是乎我們最寶貴的東西都打爛了 在獨宗那裏的寶物園 都全部圍毀了 戰略就這樣了 如果發生這樣 是常知過餘 在眼頭,眼頭,眼頭 你想想,這是哪個過失? 不是你過失,是哪個過失? 如果你說你老闆的事 如果老闆做什麼都要做 去西班牌,去西班牌,去做 做的事 他就有多想像 一樣不變宗業 好少聽到老闆 我公司留下來,他就啪啪聲 啪啪 然後他就說 很委屈 老闆,你明明這樣就是屈我 真是 你姓孔的,你不是姓屈的 他就說 再說一下 老闆,雖然說 他才說 明以臣的一家開事 其實想想想 我們都覺得 我老闆 在貴方線上 他打仗也有道理 他說 為什麼 老師,你聽聽 他不會專於 你知道呢 現在專於這個地方 這個工人 孤而緊於備 他呢 手得非常之堅固 他孤自己呢 非常堅固 他的兵力 都非常紮實 而近於備 備呢 這個呢 就是 貴宣氏 他的封衣 於是 他呢 就是他的封衣 他的 他的 他的一個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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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重重的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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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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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城呢 當時來講 他也是很近住 柴國的 這個地方 也是一個 緩衝的地方 但是呢 現在 這個地方很重要的 這個 一個 這個地方就是 我的老闆 桂康士的封衣 那現在的專員呢 他呢 他呢 在我們旁邊 他就很強大的 唷 那 將來呢 他在作反的時候 他就打 打了 打了 他的地方 那我那個老闆 他就怎樣 他就說 甘不取 就勢不為 必為子孫休 如果我們現在 不去 去爭取 去滅了他 對呀 打了他之後 後世呢 我們 桂康士 桂康士 她的子孫 一直呢 都會擔心 會不會被 這個專員的地方 他又這麼強大 就在我們隔壁 那裡 土地擔擔 有些什麼 煙動的時候 我們 那些子孫 桂康士的子孫 就不行了吧 他就想想想想想 雖然 剛才說 人家的肉 現在就變口風了 他說 其實都可能 都要做你的 老闆你都很漂亮 老闆又要罵他 扣 唉 又要罵他 每一次都罵他 把聲線罵 直呼全靈 唉 又是你了 阿扣 他就說 君子 直呼 赦若肉之 言辨謂之此 唉 他說 這些 我就是君子 他最疾 最不喜歡 是甚麼 君子 我最疾 我最不喜歡 符 這個就是符 這是好虛字 赦若肉之 這個赦 你記得在講 詩義 赦 這個 寫字 這是關於詩義字 明明你自己想要的 東西 而必為支持 接著 就發言考語 找些詞句 去自圓其說 我們明明你自己做不對的東西 你自己想要一些 不要的不好的東西 你就必為支持 你自己自圓其說 不可以的 不可以的 唉 說 你自己想要的 你自己想要的 然後又找些藉口出來 說 唉 這些 你必為支持 你自己自圓其說 不行的 唉 說 教我們兩招 講一些正當的東西 給你聽 因為我 問有國有家者 真正的 如果你要去 有國有家者 自國自家 有 自理國 自理家 他還要什麼 不患寡 而患 而患 不患 而患 不患 不怕我的東西少 不怕我的資源少 但是我最怕 就是分泌 而不平均 大家就有分配 不怕少 而怕不均 而怕大家不平均 大家的差別太大 不患 而患不患 而患不患 但是 我們不擔心 我們 窮 不是一件事 就是沒有錢 不是窮 沒有錢 而患不患 我們擔心 大家不能夠安貧 樂道 於是自己人心不患 開軍無憑 和無寡 安無平 即是 如果你能夠去 真正能夠做到 大家很平均 大家很平等的 無憑 大家不會說 窮不窮 其實 我們講回自己近代的歷史 幾十年 四十年前 中國 狂窮 非常窮 當時大家一行二百 大家都是沒有錢的 當時社會 反而比較穩定 現在開始很多人有錢 有錢 於是有些人很有錢 有些人很窮 於是社會不安就出來了 這是積極確確 而這是所有遺症 所有做 你治理國家好 你治理企業好 都是一個必然的道理 開分無憑 和無法安無慶 你能夠做到大家都能夠 好貼 好貼貼 覺得你很公平 如果你說大家都公平 就沒有所謂 貧不貧 大家一起同 沒有問題 大家一起來 和無法 大家以後 能夠是很和諧的 如果有些人 就擠了出來 就沒有理會他 那些無法無依無靠的人 安無傾 如果這個社會 能夠安定的話 就不會去傾退 不會有事 這個富裕師 所以 真是最求要做遺症 你就要求 要求不還 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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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做這件事 你才能夠做到 真是能夠這個人 能夠做到 分無憑 和無法 安無傾 所以就從求你一開始 於是 如果你能夠做到 這樣的整態 負如是 現在你做到這樣 遠一點 你自己自己 先收好你自己內部 好 好 遠人不服 如果 遠方的人 他們 不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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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他們 不會 不會 信復我們 這個政權 於是 你就要做什麼 那怎麼辦 好 我則收 文德以來之 你自己去收 你收 你收 你收你自己的文德 收你的德行 和收你的文 文就是 德行 就是內在內 文就是在外 文德 就是內外兼收 你收 你收 多多都發現 那些人覺得 你真是 這個國家是有文德的 以來之 於是 那些人的自治 年會 在你的國土那裡 你知道 中國是 歷代以來 尤其是青秋時期 地大人小 所以 有人 是一個很重要的 一個 治國的標準 我們都看過 在紀錄第十三 那裡 就搞了 法子式為 人有福 子若 書已在 第一件事 書已在 人這麼多 書已在 所以第一件事 人有很多 人有很多 就這樣 不知 不知 所以第一件事 就是收文德 所以 你真正聽見 你以後做話 那你就要做 遠人 不福 則收文德 以來之 我們就是 遠人 外面 其他幫忙的人 如果他們不福 怎樣 不是打他 不是去打將 是你自己收好自己的文德 你收好自己的文德 那些人自然會福 你福 自然會來你那裡 這也是 周朝 當時 在陝西 在西邊 一個小小的國 但是 當時 三分天下 有其二 三分之二的天下 最後 行動 去 非除 周文王 就是去收文德 而來 等來之 那 這就是 真正治國的方法 既來之 來都 既來之 既來之 既來都 你就安定他 讓他能夠安居樂業 這些是真正正正的 治國的大道理 不是說 見到有些什麼打人 不是這樣的 他說 由 月球也 現在 由 你 子佬 和 月球 你兩個 相夫子 你現在 跟 你的夫子 和 龜康治 做他的 阻唱 做家臣 但是 你做成怎樣 現在 我剛才說 你現在 現在 遠人不服 而不能來也 現在 你收不到人 所以 老國人 很少人 走來我們 你做不到 遠人 因為遠人不服 不服 不服你 不來你那裏 不來我自己那裏 現在 你貴康子 現在 老國裏面 最軟黑的一個大夫 政治的朝政 在他手上 你做著他的家臣 你其實 可以保護大家 但是 你做不服你 你做了語人 不服你 本來 西文德 以來知的 來知 現在 你做到語人 其他人 就不服你 就不來 不來不得了 現在 自己 我們國家 在老國裏面 幫 分崩離式 現在搞到 現在自己國家裏面 分裂了 分崩離式 分了 好像崩潰了 於是 自己分離了 然後 拆到 五馬分師 都拆了 而不能守 你自己 守不到自己的國家 接著還要做 疑謀 高 關於幫外 還要打仗 打仗做甚麼 在選舉國旁邊 打內戰 你打外人外面 也好 然後 罵了 小球 我應該做到 關無憑 和無寡 安無傾 暗日 暗日 得以來之 既來之 即安之 這個應該要做 現在 要再看 外面人 既然又來了 我們自己的國家裏面 四分五年 我們國裏面 四分五年 更重要 發動外戰 唉 這樣說 難道貴孫之憂 不再鑽餘 也在燒腸 才內有 那我 真是擔心 現在 貴孫 貴孫子 貴孫子 他現在 你說他擔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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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擔心 擔心呢 這個鑽魚故而近於地 他這麼強大 但現在 你不去打他 我説不為子孫 又 又甚麼 你真真正正的 你老法天 是要的 不再鑽餘 不應該擔心的鑽餘 而是燒腸 之內也 而是燒腸 就是 燒腸 就是 一個屏風 不用 燒腸 燒腸就是以前 燒腸就是一個燒 燒字 燒腸 一入口之前就不會直接入到裡面 一定有一個影壁或者一個屏風 先擋一擋它 等你們這些人未入屋之前 首先先縮定了 知道我可以去見老闆 見君王 他已經大叔了 天子就是內平 天子就是外平 朱厚就是內平 大夫就不應該有這個影風 大夫就以連 一隻一個簾 一個竹簾的東西 二連 事 以為 是 算是 天子就是在那個屋外面 已經有個風 之後呢 你進去屋之後 在星唐入室前才有內平 大夫不應該有一個平風,最主要是捉鳥連著 事件事人捉鳥也不應該有一塊布去假隔 現在說貴孫氏叫蕭祥之內也 蕭祥即是貴孫氏自己竟然有一個宿平 是一個天子用的平風 其實是統治對他有微疑 從來跟三家方家者用天子的規矩 我們在八日三日講過,八日保育廷時 好像有個說,賤子的母,八日他自己用了 以用詞,用詞,賤子用的他用了 現在來說,算了,算了 現在你當選事,你擔心的東西 不是擔心你選瑜 擔心你自己在選事的背面 為甚麼呢? 在這個背面,龍女雞作犯人家自己在自己裏面 已經戀了龍 你現在跟他們說,第三心還要打內戰 你越打,你越來越迷 這樣 這個文字宅經 整個故事就是一個這樣的故事 在老國曾經有過一件事 就是規矩,規矩,規矩,規矩 想發動內戰 那就要去打他們自己 老國裏面的其中一個封衣 自己發生內戰 首先,以歷史的角度來講 看回所有的歷史 我們有的歷史在左轉 就看過曬星 從來沒有發生過 在老國去發動這個內戰 發生過的 那為甚麼會沒有回香港呢? 我們猜測可能是因為孔子 這麼激烈地反對 那孔子路和阿爾 就轉向了 斷逛了孔子 說不要打仗了 那他真的可能認識了我們 這件事呢 故門這件事呢 說得很詳細 但是根據歷史 尤其是說院工楊老梁 都沒有記載過 老國有這個內戰的 但這個都不重要了 從歷史的交代之後 問題就是這個呢 這件裏面 就是很多 極度重要的 一些我們的 中國道德概念 那道德概念來講 第一件事 我們講的 先講一些小事先 小事呢 這件事呢 這件事有很多 幾幾幾幾塊塊的現象 其中一個現象呢 就是當時來講 就是擁有孔子兩個 一起去做孔子的家臣 但是呢 但是他呢 去到貴康子呢 這位先生來講呢 那他的孔子對他呢 都是頗有名言的 我們看回 在岩院第十二 那第二 第十七、十八、十九 這三個呢 三個呢 都是講的 貴康子問孔子 怎樣去 怎樣去 去 去 為政的 那 而孔子當時 教他們説出一句 貴康子問請孔子 孔子教他 正者正也 為政 你做領導 你自己行得正也正 你自己行得正 以率以正術 不停 他就是政治 跟著一項指環道 說 有很多很多的 我老婆的策子 怎麼算好啊 就好像說 狗子之不育 雙子不蝕 你現在為什麼 你策略去 你偷東西啊 因為你 你貪略太多 你貪略太多 於是負 就領導一些 那些人的老化性 就是 他無所識 從老化 沒有飯食 你不是貪略的 老化性要飯食的 剛才說 得患寡 而患得患 這兩句 是可以互相呼應的 如果能夠做到 君無憑和 無寡 看無傾 所以想之不蝕 如果大家 都能夠真真正正 能夠 君無憑和 無寡 看無傾 想之不蝕 你給獎賞 你偷東西 他都不會偷的 這樣 那如鬼康子問 正月孔子 他說 如殺無盜 就有道 那鬼康子這位先生 很喜歡去殺 很喜歡去打仗 殺 賊賊 很殺 孔子 他說 只為正義無殺 怎能殺 只欲賤 而民善意 君子得功 嗯 主人都很喜歡 很喜歡 你自己收好自己 其實這裏 這裏 亦是扣演這裏 說 周文德以內之 也是叫他 收文德 其實內內去都是說 同一件事 那裏 那裏 他們倆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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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 貴康子的家事 來到 從孔子說 如果這件事 他要拍照內線 整段 孔子就罵 演求 不罵子老 哈哈 好像奇怪 明明兩個在一起 為什麼不罵子老 但是孔子呢 其實就是 剛才說 孔子的演求 本來就有些微言 你看看 先進就是十一 其實十六句 孔子從來罵演求 還未罵得 就是拿得最狠切的 這個 先進就是十一 第十六句 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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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有錢 已經非常 孔子 孔子 而求有為之罪念 演求 做了一個大臣 當時 竟然就幫他繼續加稅 為之罪念 就是去加稅 去加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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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稅 那便說 令到那些人 老百姓呢 能夠更勸 他自己越來有錢 老百姓 越來越長 而負一致 而更重要 還要給很多好處 給加稅 老百姓 孔子 當時已經 討厭 沒見過這麼生氣 他說 不可以做事 這個不是我徒弟 小子 名古屋 公子 你們是其他兄弟 個個 公他 罵他 說他 所以 可能 要靠 孔子 要在那裏 只要罵 要求 有情報 有情報 他從來 覺得他一直 太過懷惡 對方子 對方子 於是他 有情報 於是他 已經對比 已經不太 厲害 今次 他不太理想 開始說 他先說 一說 槍打 槍打 出頭 然後 還有 有一件事 也剛才說 為 尊者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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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尹求 和貴奴 兩個 貴奴 年紀大 所以 如果要罵 就罵 他就罵 所以 今 由 與 求也 雙夫子 遠人 不貴 不能負 由 與 求也 孔子 孔子說先講由 先講孔子盧 然後先講求 先講請求 孔子很有分寸 他講的參謀兩個 先講由 要為何他年紀大一點 他年紀大過孔子 所以他端之騙他 他的盈力 都是一個為君姐為的原則之下 孔子呢 先講阿嶺剛才 雖然 孔子盧有沒有隔離 也有 孔子盧就不好意思 先講阿嶺剛才 所以這個在論語裡面 這個排序是很勉強的 我們其實看回 我們在馬文山 就在先上第十一的最尾段 最尾段 最尾段 這裏就是 子盧珍惜掩有公西華是狀 這段是很出名的 就是我們有孔子和四個弟子 四個弟子在一起 就是經常打招 說說你們滿名寶父 於是乎 但這裏呢 我特意提出這裏 這四個人的排序 又是有意思的 為何是這樣排序呢 是指導出義 對他搶先 而是排年紀 這四個人 年紀最大的 就是子盧 然後才是珍惜 然後才是掩有 就是掩求 然後才是公西華 子盧就是小過孔子 九歲 子盧小過孔子 九歲 珍惜 就是小過孔子 大約二十歲 他的兒子 就是小過孔子 三十幾四十歲 掩有 就是小過孔子 二十九歲 而公西華 就是小過孔子 有一個說他 三十二歲 又是三十四十二歲 不知道 所以這個排序 也是非常講究的 是 如果這樣呢 先進第十一 第一句 對不起 應該是第二句 那四科十節 那裏 正事那裏 就掩有貴老 那是否這裏 真是覺得正事那方面 掩有水平 是的 這裏是講的能力 這裏就是真是講的能力 這裏就是真是講的能力 這裏不是講年齡 這裏就是真是講的能力 這裏就是每一個不同的能力 這裏 平時來說是可以排序 然後會排年齡 所以這裏就是另一個 所以這裏就是另一個 這一段 這一段 剛才說有很多的觀念 非常之影響我們很多的 其中一個觀念就是 這裏有幾個很嚴重的觀念 第一觀念就是 你當你做得人的神子的時候 你便要什麽做責任 你當神子 你就不可以披捨責任 這個就是 陳列奏烈 陳列奏烈 不能者子 這裏就是 好了 他説 易不辭 易不負的 將因用比上義 而該做得人的 左上做責任的神子 你便要責任 要去當你的老闆 你的國家有危 那時你就要辭他 你便要扶他 你就要去做這件事 如果國家有問題 不要去賴你老闆 是賴你自己 這個亦都是所謂 君子求諸己 小人求諸人 亦都是所謂 事有不得反求諸己 這是一個一貫的念 這個將這裏發揮到 淪尼盡自經 當你踩在那個位置 你就要去負責任 你負責任 你做到什麽 陳列奏烈不能者子 你一定做到盡力去做 做到真能德的 你退下來 你不要做這裏 你就不要做這裏 你不要做這裏 你不要做這裏 這個就是 中國的這個 這個概念 就一直影響了 我們的後代 很多很多 一些追加 我們就不會輕易去 輕易而退 輕易而退 反而現在的這個概念 我們一定要陳列就烈 但現在的人陳列就烈 這個人就忘記了 只是說不能者子 動一下就要人去辭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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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沒有了一個在職的責任心 而這個責任心就是 你做得一個位 你就一真正一定要做 你做到完全沒有辦法 你才可以講 但是只要你有做一個位 你就有責任 這個概念 以往來說 就沒有人去人去辭職 你只可以繼續做 因為做得很辛苦 怎樣呢 繼續做 那就是 那就是 這個就是中國人做一個 士大夫 做一個員工也好 做一個基本的態度 就是陳列就烈能者子 這東西影響我們 現在是很深入的 那另外一個 第二個影響深遠的 這個概念就是 就是 奔子疾負瀉欲欲之而必為之詞 那些人呢 你有什麼事欲呢 你不要花言巧語 那些人會走去 走去 他就自言其說 這個 這個也就是奔子 我想說奔子 我最不喜歡的 我自己想要的 而必須支持 我作些理由出來 狂狂而言 那 於是 現在每天看新聞 就覺得 不斷地發生了這場事 在最暗的西方 每天都發生的 明明他自己想要的 然後就作些很多理由出來 那 明明教人都知道你錯 他就說 君子最討厭這件事 就是 你作人 是這樣 就說不說你 知之不知不知 實事求事 好像說你不要去 自己去作為 那這個又 另外一個影響中華 很久心裡的 不聽花言巧語 不喜歡聽花言巧語 然後 然後 跟著 有一個很 跟著這件事 也就是影響最大的 就是 貧有國的家者 不患 貧乎 貧不患 貧不患 貧不安 這兩句說話 影響中國二千多年從來 都是金貨肉 我們覺得 做一個領導人 最要做到的 就是 不是只要創造財富 創造財富之後 你還要貫富 你還要將你的財富 能夠平均 大家都能夠平均 這樣才是 均無憑 就算你真的沒有錢 大家一齊都是這樣 平均 大家不會覺得 貧不貧這件事 和無革 大家都被選舉和諧 所以 每個人都被人 定了 說來 就是 不能定 他說 你現在 按摩 你能夠 無 你現在 麻牌 你現在 不會 你有安定的話 你社會安定 你國家 政權 不會有公主權 你不用擔心 所以 要定 要先穩定 唯一 要做到貫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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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是 這個 而這個 這樣的概念 從來 我們中國人 都覺得 是一個高波動力 的一個概念 亦對於中國人 很多很多 這個 跟西方的 軍聯 是同的 西方軍聯 就是我要去打仗 打完之後 就把所有 那些 奴隸 那些 拿回來 我自己 一小撮 就是要 我們知道 當時 羅馬帝國 羅馬帝國 當時 凱撒大帝 其中一個 德政 所謂 說 我去打很多仗 然後 很多奴隸 全部拿回羅馬 這裏 於是 大家擁護他 但這些做法在中國來說 我們就不會贊成這些做法 他的做法就是這個 萬萬怪人、萬萬受騙犯法 包括了一些 就算不是你自己的國家的人 我們都會接顧賣 我們知道所謂 剛才說了一個專語 這個就是我們輕滅國計絕世舉日文 這個就是遙約第二十 這句也是很人生出來的 我們遙約第二十 第四句 第四行 輕滅國計絕世舉日文 從這裡看到 我們非常之主重 不是只顧著我們自己 我們去滅了他們的國家的潮在 我們都要去保護他 所以專如他在復禧時後面 你怎麼可以打他呢 打完他之後復禧時後面 在哪裡去祭祀他的勇姓呢 不行的 你不可以這樣做的 對著你 其中有一個就是說 我們要去 真是一個 真是一個 大同世界裏面的 每一個人 我們都照顧著 每個人 不過親其親 不如此其子 此老有所 中壯有所用 就有所不想 翻擋烏獨 快實者 有所用 一定要每個人都照顧得到 這個 這個也就是我們要 這個也就是 這個 不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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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句直接引伸到 禮魂大同片裏面的大同世界 大同世界 沒有畫到一個很富裕的世界 記得 大同世界裏面 沒有描述到一個很富裕的世界 ス wound 整個大同体內 大宗葉劍曾下归共主祢 舉恃 放生收盟 人士風 人男士 實在 inappropriate 即使努有所重創、有所容有、有所強 胖卡、無所規則,你太有所強 無法盜辱婦女,但是人生非常負荷 這是真正正的中國人最強的大同世界 它是從蒼文索丹麗來說 理論上大同世界是小康世界作為一個人生 但是小康那時,人親其親,讀紫棋子 這是自己護自己的 但這不是我們追求的一個境界 現在很多人只知道有大同世界 但大同世界是要透過小康世界才會出來 不知各位理論大同編,我想很多人都讀過 但是小康編好像不是很快讀過 將來有機會跟大家說說什麼是小康世界 孔子當時來講,是嚮往的香港大人世界 就是我現在先去建立這個小康世界 坦白說,這個概念影響到今時今日 現在就算現在我們大陸的政府 現在就是說我們要先建立小康社會 這個其實是現在的,現在這些孔子的思想 一直影響到今時今日 今時今日的社會 我們國家40年前,一孔子白什麼都沒有 我們首先要先穩前線 這個就是孔子教的 先富後教 先富後教 創能作,然後自以榮辱 然後富,大家發誓 接著就要君富,很努力做 也都是要扶貧 然後就要嫁了 所以我們現在的世界 就是我們看到前面40年 我們國內的政權用了40年去發展經濟 無可後悔添乎 現在也看到他們是很努力地用全國力量去全城發展全場 全國文化 中國全國文化佔成了100年 今年是1919年 今年是1919年 加上100年就是現在 200年前的五四運動 就是我們中國全國文化的斷層的分水力 我們現在的民族 我看到的就是現在很努力地 會用回全國力量 再行30年、50年、100年去傳承文化 所以我們的文化 當然是可以做到意見 整個軌跡就是孔子講的軌跡 首先是先父、後教 然後另外一個軌跡很重要 是甚麼呢 不遠人、得伏修、民、得以來之、紀來之、七方之 現在我們的社會、這個世界 就很講求有法律 講求法律之後就有國家法、國際法 國際法就勉勉勉勤強在聯合國那裏 探定的一套標準就是國際法 中國從來沒有國際法 都沒有法、沒有以法律為標的 我們從以來為標的 而我們的國際法就是這句 遠人、北國、周、生、民、得以來之、紀來之、質、方式 我們就是目倫 我們的政策 和目目倫政策 這個也是中國 如果你說中國外交的 目倫 目倫觀念就是和我們旁邊的 我們的 既其他國家和目相處 這個也是中國傳統文化裏面 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和西方文化有很大的不同 和西方文化是講參略的 西方文化他們就算他們自己 他們自己的文化水平不高 當時一次年前五百年前 他們自己打自己 當時他們自己有能力 有科技發展過 在第一次公義革命 第二次公義革命之後 他們有科技 他們會做甚麼呢 他們沒聽到甚麼 他們沒聽到甚麼 想都沒想過 他們說我有這個能力 打他 打他 就打人 有一大堆食物兵 走出來 這個就是西方的觀念 西方觀念大體來說 先利 然後說義 他都會說 先利以後義 中國人就同樣說 先利以後利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中國傳統文化的 一個最大的一個特別 特點就是 在理人制四的第十六句 理人制四的第十句 這句說話也是影響中國的思維 2000年 2000年 不只約 君子 愈於義 小人 愈於利 即是 義利之爭 中國人從來都說 義行先 利 走後 但是 在西方的社會裏面 從來都是利走先 而 有了利之後 再跟你說些 先利後利就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精準 西方文化的經驗 他們無可否認得一個事實 一千多二千年的經驗就是 先利 最後二 如果不是 就不會 江州市民 不會走去法國聯軍 去打中國 不會 去登頂其他國家 但是中國人從來不信 我覺得 真正要治理 一個天下治理國家的 用莫論政策 你看到 現在我們的 政府 似乎 他都是 很努力 在走這條路 不是跟你打 不是跟你參與 雖然一帶一路 大家一齊發誓 一齊去成功 這個是在走這條路 所以 其實我們看到 現在的政權 那裏 他踩槍 多個傳統文化 我看 不是真的只有廣字 而是真的 想過 心思俗來的 好心 他們走的好多 一步一步 都是在做這件事 就是 這個莫論 跟西方的 所有政權的行為 差很遠 西方就是侵略 不是批評 這些的確 就是這樣 而就是 有機會 會有能力 打人 但中國人說 我絕不稱霸 我絕不稱霸 這就是 已在中國 全從來 這是這個事實 是 中國以前 在鄭和 夏西洋 去到當時 中國 明朝 當時 GDP 建立了全世界 包括陸上 中國 當時 毫無疑問 在任何方面 在文化 在科技 在政治 在教育 都是領先世界 所以 華西洋 當然 他們說 去找個 狗狗 去到所有的地方 從來沒有侵略 他沒有能力侵略 有 西班人 去到幾周 他就有能力侵略 他就侵略了 但是 中國人來說 去到每個地方 從來不侵略 最多 我們送禮物給你 拿其心意放回來 你最大 你最高興 有好處 我信任職 打緊腳 你信任職 警察 有很多 私囚 也信任職 我信任職 我信任職 你真是對你這麼好 有職位 那就是 因為 中國從來 我們說兩年 不被人打 我們也不是打人 所以 這句 是 有一個很重要的 有一個 影響來中國 不敢問他 說到最尾 最重要的 就是 不可謂 算是優 不愧 而再燒場 之內 就是說 你真真正正 你一個國家的穩定 你真正的 擔憂的 不在外面 那裡 是你自己 裡面 你不要 不要搞到你自己 崩崩離式 於是 你真正的問題 不是 不在外面 是你自己 你就是 這個 這麼大的 一個國家 沒有辦法 外面 能打敗 他們 只可以自己 打敗自己 那中國人 當時的樣子 就是自己 打敗自己 不關人家的事 現在中國人 良法斷層 是我們自己 斷自己 不是外國人 所以 所以 所有的事 亦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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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很粗略地 說一句 這一點 小小的事 裡面 有很多 影響我們 人生觀 影響我們 價值觀 很重要的 是 未講完 下次 好 謝謝 謝謝 好 請坐下 好 臉向 好 一腳 調順呼吸 調順三神 和兩對 自成的手 向大成自成千世孔子 行次行禮 一句 好 來成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